就是說 這回覆總共55位 所以我們有57位同學 有兩位可能沒有在這邊出現 所以我要怎麼樣快速知道這兩位 這個時候還是需要靠Excel 靠程式 不一定要寫程式 那怎麼樣把兩個比較 因為以前你要用眼睛比 比到脫窗都還不一定比得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技能很重要 我是覺得 那到底你為什麼要來這邊選這個課 因為這個是必修 好像這也是必修 而且是必修的兩學分 直接打了 你也沒辦法選 那這一題應該可以直接跳過 直接 對未來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必修 再來的話 你比較有興趣的課程範圍 我看好像大部分 我現在看你們的程度 我發現92%的同學都選入門 這個是一個很 沒關係 一切我們重來好了 所以我也不要打高空 因為我本來想說各位應該程度都非常的好 不過 當然我會適度的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個問卷 第一個要先了解一下 你們到底程度落在哪裡 否則的話有時候 上課你們會跟不上 不過還有進階是七 大概四位同學 那 再來的話 想要學什麼還是入門 再來呢 程式設計 基本函數應用 ok大概這些 那 好像還有 函數感覺 好像一位同學是其他了 ok好自己可以寫一些東西 那其實函數到底像不像數學 我跟各位講 一點都不像 會比數學簡單太多了 為什麼函數其實很簡單 你告訴他問題他告訴你答案 數學是這樣嗎 不是啊 數學是 其實就是數學其實就是在寫函數 對但是呢函數就是已經寫好的東西 你只要會用就有答案了 你跟他是問答式的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了 不會用函數 那就麻煩了 那 你有沒有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最大的比例是 還不起啦 因為你們可能現在還是大一 但是我跟各位講啦 這當然一晃眼 其實你就會面臨到就業問題 那另外呢 即便你要想要考研究所 可是還是會有就業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預先做準備啦 除非說你家裡本來就有 有那個事業要讓你回去 繼承 就像那個連續劇裡面那種 不過感覺上應該 這算是少數中的少數啦 即便你要回去繼承 你也要兩把刷子 因為底下的人不見得都會聽你的 如果你沒有兩把 你看連續劇也是一樣 感覺好像很輕鬆 沒有 比一般人還更慘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東西沒有料 底下的人 完全就 而且可能會想盡各種方法 就罰你給鬥倒之類的 就像那個 我記得好像那個長榮 長榮海韻 那個張榮發 他有個小兒子 本來他爸爸是屬於他的 可是他都還沒有繼承之後 他其他的兒子就把他鬥掉了 有沒有長榮航空 現在 所以他打算要出來什麼 自己在創一個新的航空公司 而且已經好像成型了 名字都取出來 叫什麼 新陳之類的 對不對 可能 可能就把復興航空 的一些班底把他也許啦我也不太確定 ok 不過這個當然是你在不論未來 都會有面臨到這些相關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考試方式大部分同學是比較傾向是 上機測驗 對所以各位也是這樣所以我都也許順應名義好了 上機 繳交書面報告 不過也許可以在折中 大家看看也許一次是書面一次 這個可能再可以再討論一下好了 ok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其實還是比較偏重 是實際上要操作的 這東西沒有辦法用理論的 跟學文學性的課程完全完全是非常的不一樣 這個東西充其量就是工具啦 ok就是 教你怎麼在 這個這個未來之長生活的 生存的很好 那這個 什麼是大數據 大部分同學都不清楚不了解 不講 有個同學寫這麼多 感覺好像應該是複製貼上的吧 至少他還願意複製貼上 ok 一看就知道而且標準符號好像都太工整了 應該不太可能是自己打的 上網查的 不過 你們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不希望用書面資料原因 因為很多地方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的 你在怎麼樣你至少標點符號你也不要同樣位置吧 消化一下用自己的話講出來吧 而且想一堆 這邊一看就知道這個好像 甚至你還可以反Google有沒有 反Google就可以知道你從 有沒有 危機百科 所以 所以 你要 要複製貼上你也要懂得稍微修改一下關鍵字吧 不然人家一早就知道了 現在天底下沒有 沒有秘密的 所以特別注意 ok 好 那什麼叫工業4.0 其實你也不用太非常嚴肅的看待了 我剛剛講過了 第三次的工業革命 就是電腦跟網路 那如果能夠在 20年前搭這個順風車的那些企業 都已經飛黃騰達了 但是如果說你能夠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 到底裡面是什麼東西的話 我想你將來你也會比較能夠清楚你要為自己未來做什麼樣的規劃 ok 當然 人文素養這些 的 我想還是必要的不過這個部分我覺得啦比較是偏重在個人 對你個人修為是ok的啦 比如說在你很失憶很落寞的時候或者是 這個這個失戀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支撐力 因為我其實從裝職 裡面可以得到很多因為我剛開始 念大學的時候也修過裝職 我剛開始 讀不懂裝職到底在說什麼怎麼可能有反向思考 後來發現對 比如說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人家找他去 當宰相 他就舉個例子嘛 那個神龜供在 到底喜歡供在 廟裡面好呢 還是在大海裡面悠悠好 對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誰會想要神龜 對不對就像神豬一樣嘛 每天餵你吃到飽 是很好嗎 不見得好啦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想為什麼 豬總是希望 活在 對他很快樂的地方不是說一直被供養住 所以人人生的選擇 不是只有那種 好像感覺很很就被供養著 所以 不過前提是你要有選擇權 如果你完全沒有任何的 專業技能的時候你是沒有選擇權的 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可能就做什麼了 那當然我很 這當然很嚴肅的議題啦 如果你這四年沒有好好把握的話 你四年之後你可能就面臨到 這個問題 那你也不用去怪別人 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很明白跟各位講啦 因為我跟各位是很 有 有一樣的 歷程 不過我大概年紀比各位大沒多少 看得出來吧 實在是 不過我說我意思不是說生理上 我說心理上 心理上 心理的年齡 我會比較是偏 我是覺得啦 無論你在哪一個位置上 你都還是要保持你一顆赤子之心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你會發現他坐那個位置之後他就變了一個人了 永遠都赤子之心嘛 就跟像剛出生的baby一樣 所以你到任何地方你都要重新學習 我其實任何 就不論是城市設計也好 因為我本來不是本科系的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完全陌生 但是完全陌生呢 有幾種 你面對 新的東西 很多人是 會覺得從反向思考 但是我從正向思考 因為他很有挑戰性 很好玩 那時候想法是 沒有我學不會的 OK 不過後來發現我真的還是學不會 曾經一度想放棄 那我努力到什麼 程度呢 每天 出門一定要把城市設計相關書籍都背在身上 即便看不懂我還是把它拿來看 看了很久 奇怪了就看不懂 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我明白一個道理 城市設計好 不像文學 不是用看的 要做 要做 做了就會了 做出來就是會了 他其實跟人文跟 一些 文學 是不一樣的 就像你說你看愛情小說吧 你會去實作嗎 對不對 哇好棒喔 對不對好浪漫喔 你會去 就是說不一樣的情境 那 但是你可能還很多細節還是不同 所以 只是想想就好了 所以很多東西是 行而上跟行而下的差別 行而上 應該懂得 如果不懂Google一下好了 行而上 OK好 大概跟各位了解一下 這東西我想 因為我們這門客 其實基本上還是希望給各位一些方向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記得 反正每次就記得要簽到一下 那沒事的話也可以 在這邊看一下跟我們這有關係的應該是 這個 Excel 有沒有 函數與VBA的懶人包 其實就總整理 當然我這邊除了教 Excel VBA之外 我還有教什麼 PHP App 還有什麼 手機 還有進階的 還有 VBA 還有像 AutoCAD 其實我之前也教過AutoCAD 不過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教這些課 還有一堆的 裡面都有 你可以把它點擊進去 那有 我歷來 寫過的文章 只要上課 我就把它一些做一些相關整理 那你可以點進去 那每一篇文章的形式基本上都會有影片 有這麼多 哪個時候發的文章 這邊都有 你可以直接點進去看 這麼多 這麼多 還有嗎 還有 你會發現我從這麼早以前就開始做了 2011 2015年的時間 其實還更久了 之前還有很多 OK 大概先講一下這個地方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門課的方向 因為 這個學期 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了解 以色列裡面的函數 那函數部分 當然我要把它分類 總共我把它分五大類 這五大類呢 其實就是在解決 在以色列裡面相關資料的類型 包含就是文字 跟資料 怎麼去做一個 怎麼把資料 你要的資料拿出來 還有邏輯 這個邏輯裡面就判斷 比如說你一重邏輯 兩重多重邏輯 該怎麼下 日期跟時間 怎麼解決 數學 其實跟這個三角可能不會講 也許叫統計吧 幫你 統計出你要的結果 然後檢視與參照 這個大家了解一下 那 接下來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你要 了解我 要找到我的相關東西 很簡單 Google無老師就可以了 那你會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前面幾個都是你的 那道理很簡單 其實不外物就是你跟Google買廣告 但是我不是 第二個是說你的東西如果是大家想看的 他就自動排在前面了 所以你要去想說 大家想要看什麼 那你提供大家想看的東西 自然你就拉到前面 去了 不過這個需要花一點腦筋 而且你可能要替別人設身處地 所以為什麼我的文章 裡面開頭一定要是 先一個什麼 先一個影片有沒有 這個影片就是預覽一下 讓你知道一下 我這個做出來大概怎麼樣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跳 你可以跳 有沒有 而且播的有沒有 到底做什麼 OK然後另外的話底下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程式給你的 另外有一個完整的說明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清單123 有沒有 你可以 沒事 你也可以來上上課了 因為這樣關係 很多人本來不會的看了我的東西就會了 不過他只能看一部分 那所以他想要完整學習 自然相對的會想說我在哪邊上課 然後就去那邊報名 所以我基本上在外面開課的情況其實都非常好 自然奇怪怎麼又額滿了怎麼又額滿了而且還報不到 OK所以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的 我想也是一種行銷吧 不過這個當然也不是主要的目的 讓我在開這方面課程太多了 像 東吳文化 智強 工藝人訓練處 新北市勞工大學等等都有開 常態性的 那非常態的話 在企業裡面也開很多課 像之前在什麼中國人壽 全球人壽 還有像什麼 統一證券 反正還有像中央研究院也找我去幫他們上過 類似的課程 所以其實我想需求應該蠻大的 然後我的相關的經歷 比較值得一提的話就是說我曾經有創業的經驗 擔任某執行 某公司的執行長 電腦公司的執行長 5年的經驗 而且拿到一個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OK我想應該 也蠻值得一提 為什麼因為可以把一個公司本來不賺錢可以讓他賺錢 為什麼呢 因為要順應潮流 順應趨勢 要知道方向在哪裡 自然而然你就很容易成功 最怕是什麼 逆水行舟 其實就像文言文到底比例要佔多少 我覺得 應該 文言文是很重要 沒錯 我坦白講 文言文是個人修為 你要看懂古文是很重要 可是問題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做研究 學術研究 殿堂沒有這麼多人 博士也不需要這麼多 但是為什麼要把每個人搞得跟博士一樣 然後讓他博士畢業之後再失業 讓他看清楚這個 原來 你把我推到那個地方去 其實是 齒路不通 沒有這是我切身的感受 所以我講 為什麼 我其實就是念了八年的文學博士 畢業之後 那時候博士過剩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 中文系已經沒有職 有職缺 但是職缺 一個職缺 會有三百個博士去報名 三百個 天啊 然後 我也曾經 擠到前面 最後三個 我已經從三百個 錄取剩下三個 我算優秀了啦 OK 但是最後呢 我發現了錄取的人並不是我 而是別人 但是幾年 不用叹氣 這 危機也是轉機 幾年之後呢 我有一個老師就裡面的評審委員 他偷偷的告訴我 他有一天很正式的請我吃飯 他說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他說那個時候評審委員 怎麼這麼聰明 他說其實 你只是陪人家 做一場秀而已 天 不過如果是 當下我當然是受不了 不過那是幾年之後的事 幾年之後 沒關係啦 這個我找個事還好我沒有去 否則的話 我可能就沒有一個另外一個 一個天 一個天空了 OK 其實有時候啦 當然上帝給你關一扇門 其實會給你開扇窗啦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壞事 塞翁施馬 燕之非福 有時候你 得馬也不一定要高興 所以有時候人 人生 最重要還是你要順應 OK 而且前提是 千萬 不要反 就是比較負向思考 自然而然你反正 你可以用自己的 我後來發現 其實學人文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支筆 你可以寫出一個天空 很多東西呢 都是寫出來的 比如說其實我不見得有那麼多的族群 因為跟我 跟我學習 但是我可以藉由寫作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像我剛剛 但不是只有寫作啦 你可以用一些多媒體 像YouTube 還有像放一些圖 反正任何 方式都能夠表達 那文字是最後的 一理路啦 因為很多東西呢 你文字在清楚 圖在 那個影片在 但是文字敘述還是必要的吧 可是文字敘述你要精煉 那當然 文言文的訓練也是精煉 不過你不可能寫文言文 你還是寫 還是寫 要寫白話文 OK 所以 那些東西呢 是必要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必要 你不要把所有人 都推到那邊去 所以我覺得 這東西當然跟各位思考一下 你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這個也是我為什麼 會願意來學校 教各位這些 這些課程 因為我覺得 如果沒有 沒有人來講這個東西 不會有人講 因為像我這種 特殊的 經歷 特殊的背景 的人還算少數 所以曾經 有 某位的那個 中文系系主任說 想我找我去專任 說 可能我沒有辦法 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忙 然後他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 幫忙介紹 類似於 像你一樣的背景的人 可不可以推薦一下 我真的回去很認真想想 好像我身邊 真的還是沒有這樣的人 就是可能有文學的背景 但是又能夠發展到業界去 好像真的 OK 然後 去年上學期 TVBS來採訪 因為我在 中語系 我們的 中語系 開了跟大數據 跟手機 有關的課程 我 奇怪他們來採訪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算特色 因為 所有 全國的 中語系裡面 中文系裡面 沒有 這樣的課程存在 那為什麼我要開這門課程 因為 我希望 中語系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有人文素養 然後你又能夠發展你一些 跟潮流有關的科技 那當然是 最棒了 OK 所以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也就不是說 念人文 念文學 就是一定要長的樣子 一定要 但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我也尊重 可是我覺得你總要 活在現代 活在當下 你不要講一些 讓人家感覺 聽不懂 可是好像又聽 好像又是對的 就是 那個叫什麼 如果 好像就 什麼 就很虛無飄渺了 OK 所以盡量還是我覺得 對就對了 不對就不對 沒有說 講一堆 比如說 你可能可以問 問老師說 到底我們未來 中文 中語系要往哪個地方 走 大部分都是 推達了一個很虛幻的答案 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 你看你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但真的可以嗎 你也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我只是丟問題 因為因為這樣關係 其實我在這個領域 因為我對教學非常感興趣 我也樂於分享 所以我曾經有個念頭想說會不會有人頒獎給我 這個念頭 大概沒有多久之後 志強工業基金會有一天就拿了一個獎項給我 而且這獎項還蠻沉的 有點重量 我想說這個好像不值錢 後來一看 他 沒有啦沒有純 流離的啦 應該看得出來 後來我說這個應該不值多少錢 後來 這個 沒有 還蠻貴的 不過這個不是貴重的問題 那上面是寫說卓越貢獻教師 卓越貢獻 我還思考這到底什麼意思 所以106年的1月12號 那今年呢 那個文化大學進修推廣部那邊也又頒一個獎給我 在9月大概教師節那個時候 我想你認真有獎嗎 沒有 只有四個老師得獎 那我得什麼獎呢 他給我個名稱叫什麼 那個名稱很冗長 我有點 怕記不起來叫什麼 叫 什麼 對我自己 叫趨勢先鋒講 趨勢先鋒 趨勢先鋒 感覺 表示至少我是走在前面 OK 所以我的想法 並不因為 我讀的東西是很古老的 因為我念東西其實也都研究是古老 像我碩士班是念那個 董仲書哲學的 董仲書知道這個人嗎 對對對 應該都知道了 OK 那我博士論文是寫那個古今圖書集成就是康熙 找人編的百科全書 那 其實都比較古老一點 不過我覺得影響其實對我影響也非常大 另外我的證照也一堆了我證照超過30張 不過這當然景上天花這也沒什麼 OK 我的教學頻道有沒有 其實已經突破500萬甚至600萬 而且我的頻道不是只有一個 我的訂閱人數呢 現在這邊看起來是1.2K有沒有 現在已經1.6K了 當然我的訂閱人數如果跟那種什麼古阿摩那些什麼聖傑聖傑還破100萬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屁兒什麼 劉沛什麼 有個叫劉沛屁兒 他也是幾十萬訂閱人數 當然不能比因為我是教學的 所以我也希望 強烈建議 一定要順應時代潮流 趕快去弄一個YouTube頻道 無論你放什麼東西都沒關係 但你還是要想一想 把你的創意 做發揮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千萬不要 只 只吃下去不消化也不不吐出來 真的 因為在中文系裡面只會教你吃下去背起來 但是沒有教你把它吐出來 這個很難過 消化不良 像我就念了 16年的中文系後來發現真的我消化不良 不過還好因為這樣吃了很多之後 很多能量可以吐 OK 這個地方的話 讓各位 因為這樣關係YouTube YouTuber也可以賺一點錢 所以他每個月都會付錢給我 至於付多少錢並不重要 不過很多同學說付款金額 而且這個金額是美金 美金 OK多少 有同學說 個十百千萬 沒有這邊有個小數點 小數點 小數點 而且是美金 而且每個月都有 OK 這不重要 所以出國的旅費 其實都有了 所以Google 其實是我 出國旅行的 出國旅行的 那個 贊助商 所以像我上個禮拜 才從北海道回來 去北海道六天的自由行 玩得非常愉快 因為 比較沒有那種經濟上的包袱 好要不要買買了 要不要買買買 沒有啦開玩笑啦 不過都不是我買啦 都我老婆在買的 不過至少你可以因為你 至少荷包上面 你經濟上面沒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說 要不要沒關係 然後我也辦了一張什麼雙幣卡 直接 買日幣直接就到那邊花日幣 感覺還蠻好的 不過後來好像感覺好像花了一個過頭了 奇怪好像好 好幾筆那個 都沒有算進來 突然發現 怎麼會花這麼多 不過其實是愉快就好了 不過也是因為拜那個Google所賜 不 不無小補嘛 所以我是建議啦 你們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至於怎麼做 誰 不要問我薪水問題 因為講到薪水就太 不是傷感情啦 感覺好像有點太那個 其實高不高其實在個人啦 那你覺得我高薪水有多少 那當然就 不過我是 業外收入其實非常多啦 而且 如果那業界上課的終點費 至少是來學校上課的至少5到10倍以上 OK 所以 其實有的時候 這個當然 所以我說 有的時候 來學校來學校上課 所以就跟系主任講的真的是要佛心 而且要來當義工的心態 OK 不然的話你說真的沒事幹嘛 如果你只是為了錢 我不會在這裡 我不會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裡學校付的終點費實在是 也不能說少啦 反正至少有付了 或是覺得說 有的時候如果你太斤斤計較那麼一點點錢 那很多事情你的格調就失去了 就像最近不是被罵很很罵最多的那什麼 詹詠然嗎 他拿了 美國的什麼什麼美網冠軍 豐厚 結果奇怪反而都不是正面的新聞 都是 講說他怎麼 因為世大運的時候什麼落袍之類的 OK 所以到底 就會跟那個戴智穎比 因為戴智穎也是有一場比賽 但是他放棄了 那一場比賽可能因為獎金可能幾百萬 但是他沒有去反而留在世大運 大家就會想說 不過有的時候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你也不能說因為你這樣你為什麼你不愛這個土地 不愛這個國家 那每個人有每個人選項 就像說不是每個業界的人都會願意 走入校園 因為看到校園給的那個終點費應該就不會想來了 OK 另外當然還有一點 我是覺得 你們願不願意聽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發現我到很多其他學校當業界專家好了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 可能也還不太知道自己的方向 所以也不是很熱情的歡呼我 所以我當然我也覺得有時候本來會想說 一番熱情可能會被交襲 OK所以 盡量我覺得大家互相的 其實你們是非常需要被支持的一群因為你們的 你們的資源已經快要沒有了 因為你們其實是生長在一個 台灣在高峰 的時候 但是你們慢慢的你們畢業之後其實是 台灣可能往下走的階段 所以很多東西不一定全部都往下走 可是你要走對方向 OK 所以你們也是需要被支持的一群 就像我在我那個年紀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老師是真的是 很佛心的 很願意付出 我曾經想到很多老師 每個老師其實都非常好 所以一樣的我們也應該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應該要無條件的 讓你們也能夠 有一些 應該要有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 回到我們 接下來後面 要把這門課學 好 記得還有一些工具 包含就是說 你可能 有時間的話 請你到圖書館 找一下像相關的書籍 這裡面的話 可能你需要學的像什麼 Excel 跟函數 我覺得你們可能需要先了解就是 幾個 Excel怎麼操作 另外 如果你電腦裡面 連Excel都沒有的話 可能一定要想辦法 像圖書館好像有借那個office軟體 然後 像 函數 像再來就不用更不用講VBA了 這個VBA難度更高 那這相關的書籍我想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 這個簡報在雲端上也有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把函數學好 這邊有一本書蠻推薦的 468招 實際上就是把所有的函數變成468個 練習題 那他有一些解答 不過他這一本的缺點是 他沒有VBA的介紹 大概是這樣子 那還有相關的書籍 像 基礎講座 VBA一點都不難 那另外還有一些進階的 這個我想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到圖書館裡面 再把這些書籍 給借 借到 那今天 我們 就要開始 進入到我們的 課程主題 未來的話 我們會把 Essal 裡面的函數 分成五大類 那有這些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 再來就是說 請各位記一下 有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 就是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什麼 在資料 中顯示 請你 他放在下載 你把按右鍵 按右鍵有沒有 有一個 7zip 解壓縮致詞 記得 那個 我發現這個解壓縮應該不難 只是說有些同學好像 還是 不會解壓縮 直接把它點開 當然點開也可以解壓縮 只是說 我是建議按右鍵 解壓縮致詞 他就會變成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需要的所有上課的練習 從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一直往下 再來就是綜合練習題 所以也許你可以先想想看 第一題 打開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練習題是 我希望把 這三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變成一個 讓人家看得懂的一個手機號碼 那30其實就是什麼 業者 這個 就是這個區 這個 就是後面的末碼 但是 如果他是三碼的OK 如果是兩碼補一個零 一碼補兩個零 那如果沒有就補三個零 OK 就幾個字 如果你少幾個字 就補幾個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 END 跟REPT加LE 前面這邊有REPT的練習 跟LEN的練習 去瞭解什麼呢 以share裡面怎麼解決一些相關問題 反正這個就解決問題 我們要的東西就是一個手機號碼 這個是在某電信公司之前上課之後 他們 最基本的客服人員一定要會的範例 如果不會 說真的 這 土法鏈鋼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老師我知道啦 就09 然後 11 然後084 0007 這樣子 Enter 換下一個 如果說裡面有五萬筆 因為像客服資料 隨便都是幾萬筆起跳 那請問你要做到民國哪一年 對 所以不是用這個方法 最好是什麼呢 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旁邊一個按鈕 按下去 全部自動完成 這個叫VBA啦 有沒有 VBA 不過這個比較遙遠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 有 插入函數 函數裡面就是REPT加LEN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share裡面你不要把它弄得很複雜 反正主要的目的 還是在解決資料上面的呈現問題 OK那請各位 先把我剛剛講的部分 稍微 試試看 然後範例檔的話先把它下載 除了範例檔之外 另外還有個講義 這邊有個講義 講義就是我剛剛秀的簡報 你也可以 拿著參考 然後雲端白板裡面也有將來 可能講義裡面沒提到的東西 也有 其實就解答了 裡面的解答 像 將來的程式 因為我們要寫VBA 如果你擔心你寫不出來 沒關係 裡面的話 其實也有 這個需要的東西 那因為這個記憶體不足 算了 那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 一下 好 好 好 謝謝